第五百一时期 白河染终于有了反应 他叮叮地看着天河底 不解地问 父皇 只有赏没有罚吗 老皇帝一愣 罚 你哥哥什么错度没犯 罚什么呀 哦 阿染说的是你封了平王府的事 不罚不罚 那是他应该受的 父皇怎么可能会罚你呢 哦 白河染的脸愈发沉冷 应该受的 既然是应该受的 那便受着吧 说完 又跪了下来 一个头磕到地上 阿染多谢父皇对哥哥的赏赐 阿染替哥哥给父皇磕头 老皇帝终于觉出不对劲了 赏赐收了 人却不放 莫非 他想到这里 终于想明白事情的关键 不由得狠狠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子 真是蠢啊 人家说的罚是指罚他的三儿子呀 他给扯到哪儿去了 人家说的没错呀 光有对受害者的赏 那害人者的罚呢 哪儿去了 被他给吃了 阿染你说 你说该怎么办 父皇都听你的 老皇帝也想明白了 既然白赫然接了赏 那就是说 这个事还可以商量 还有继续研究的余地 他不怕白赫然接赏 就怕白赫然不接呀 眼下接了 他心里就有底了 白赫然想了想 终于到 虽然父皇给了哥哥脸面 但哥哥毕竟是异性封王 跟实实在在的皇子 还是有差距的 阿染实在相信不了 三皇子以后 能把哥哥当兄弟对待 哥哥没有自保的能力 我又不能一天 十二个时辰都保护着他 所以父皇 阿染认为 只有让三殿下 没有了继续迫害 我哥哥的能力 阿染这颗心 才能放得下来 没有继续迫害的能力 天和地明白了 这是白赫然 要夺走老三的一切 只有被夺走了一切之人 方才可以消除隐患 而这一切 也包括日后 东山再起的资本 他的心有些痛 那是他的儿子 是他曾经疼爱过 赋予过希望的儿子 虽然这个儿子 已经越走越偏 已经与他最初的希望 完全背道而驰 可他依然不愿看到 儿子命悬一线 依然不愿看到 自己的儿子落幕寒酸 无关君臣 只言父子 没有一个父亲 愿意亲手毁掉 自己的儿子 当然 白星炎除外 他想问问白赫然 有没有另外的选择 可话到嘴边 终究是没说出来 他是皇帝没错 可他自认为 不是个不讲道理的皇帝 在讲道理这方面 他比他的识儿子 可高尚多了 正因为这份高尚 让天和地 在面对白赫然 十万分的愧疚 因为有老五在前 白赫然已经 让过一次步了 如今又发生 这样的事情 他怎么有脸 让人家再让一步 阿尔安 朕是一个父亲 朕首先得努力 让我的孩子活下去 朕可以废除 他们所有的封号 可以收回 和围剿他手里 所有的产业和势力 可是当他失去了 这一切 他就是一个 手无寸铁的平民 唉 你能跟朕保证 让他平平安安地 活下去吗 你知道 终有那么一致 朕会将这个皇位 传给老十 或者老九 你能保证 在你母仪天下之后 还不对曾经的敌人 痛下杀手吗 白赫然歪着头 看着天和地 反问他 如果父皇担心 可以不对他加以处罚 反正我自己 已经罚过了的 我白赫然这条命 是捡回来的 我哥哥的命 更是捡回来的 我相信哥哥同我一样 对自己的这条性命 并不会太在意 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我们经历过 这些事情之后 与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性命了 而是尊严 尊严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自己挣的 包括我同十殿下之间 我也在努力 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与他并肩而行 而不是落在后面 成为他的拖累 或是成为他要保护之人 他顿了顿 继续道 包括今日之事 我进宫来 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封了平王府 也没借助任何人之力 却连想要维护于 我的阎王殿 我都让他们的人 留在了外面 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我不靠男人 我不能站在 庆灵殿上时 让父皇您的心里面在想 我不过是仗着 您的儿子 才有如今地位 才有了与您 当面说话的资格 白赫然再一次跪了下来 父皇 人都有自己的 自尊和骄傲 如果我今日放弃 对三殿下的环金 这件事 将永远烙印在我的心里 成为我成长旅途中 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么将来 我就真的不能保证 会不会再一次 对三殿下 进行打击报复了 但就目前来说 如果父皇愿意 给阿染一个公道 阿染就可以跟父皇保证 只要三殿下不再犯我 那么我就还认他 这个三哥 将来不但不会迫害于他 还会尽到一个 妹妹应尽的责任 与义务 给兄长一个 相对好的生活 他深吸了一口气 跟一国之君说话 也不是没有压力的 可压力归压力 一任国君 还不能够在气势上 碾压于他 毕竟他是前世 独卖白家的传人 是家主 他也曾同管一整个家族 身上也曾拥有过 上位者的气息与气势 所以 即便是面对圣言 即便是在跟皇上 讨价还价 他依然不落下风 天和地知道 这个小姑娘厉害 但是他也没想到 这个小姑娘 竟然是如此想法 他要的是尊严和骄傲 而他的确曾想过 白赫然所拥有的一切 是因为君木领的存在 才能够顺理成章的 若他只是一个 国公府的嫡女 他入不了君家人的法眼 可事实呢 事实上 白赫然根本就一点 君木领的光都没沾 不但没沾 他还倒贴了许多 而且是从最开始就在倒贴 且一直贴到了现在 初次相遇 他救了君木领 那一次 若不受欲从洛城归来的白赫然 他最疼爱的十儿子 就死在了那个山窝窝里了 第二次 君木领又中了不解之毒 事后调查 是那小子半夜 闯进了人家白赫然的闺房 护着脸皮 求白赫然救命 之后 白赫然救治了他 第三次 白赫然借汤州府之威 以一己之力 扛下了整座汤州的毒灾 救了一城的百姓 第四次 他的小女儿被捅了一刀 眼瞅着命都没了 是白赫然施展神奇医术 将人救了回来 后来 更是发现君灵溪竟然有着 跟他早逝的哥哥一样的病 白赫然不惜将自己的血 灌给君灵溪 改了君灵溪的体制 让他彻底摆脱了病痛 第五次 东秦公宴 罗叶大国师 试图灭东秦威风 白赫然轻描淡写般 便将那大国师 永远地留在了东秦 罗叶自此爆发内乱 东秦趁机 扶了一个听话的国君上位 如此 算平凡 第六次 白赫然神医现世 解之一方天下万千年不治之苦 让劳病不治彻底成为过去 更是让他捞回了右相这个朝廷栋梁 将朝政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 第七次 白赫然面对叶太后一次又一次挑衅 单枪匹马正面迎敌 只把个得福宫给搅得人养马翻 把那个老太太气得差点魂归西天 第八次 白赫然带队夜调法门寺 掠光了叶太后离京最近 也是最大的一个藏金窟 更是在那一晚 在面对大量嫡媳时 保住了他的四儿子 第九次 还是那个四儿子 白赫然在李王府 坚决地打击了苏化碗 并将人带走 自此 他的四儿子终于摆脱了心魔 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第十次 白赫然灭了叶家 第十一次 天和帝数到这里 眼泪都掉下来了 第十一次 白赫然施恩江月 活生生让江月残缺的身子 又负了生机 他这些日子 每天都接到来自尊王府的消息 在那里养伤的江月 如今已经可以下地行走 残缺的身体已经见了掌势 相信不出半年 江月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了 这是数的大方向的事件 天和帝知道 还有许多事情 白赫然也在默默地付出 比如 成立金生阁 解万民疾苦 比如成立天赐书院 给了穷苦人家的孩子 一个成长的希望 再比如 成立各类作坊 培养各种能力的人才 让那些从前只知道 伸手跟朝廷要救济的人 让那些一有个大灾小难 就得吃朝廷米面的人 让那些穷的 完全没有了做人的尊严 连自己老婆孩子 都可以贩卖的人 让那些为了一口饭池 要上街抢劫的人 都有了正经的营生 都有了遗迹之长 都有了对生活 无限美好的向往 这何止是造福于民 这完全是在为朝廷 分忧解难 那些数代国君 都没有办法完全根除的隐患 居然在一个白鹤染手里 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那些从前的流民 贫民 甚至是乱民 一个个的都变成了 彬彬有礼的学问人 就算有的还是没学问 但也都有了 自己拿手的本事 他曾听监店的人说过 以前有一个隔三差五 就要到府衙去报到的 小混混 如今在天赐阵的 首饰作风里 学作引起 原因是 大师傅发现他手巧 便给招揽了来 于是 曾经的小混混 再也不当小混混了 已经是一个 很有棘手的引讲师 正式扎根在天赐阵了 如此类似事件 还有很多 数都数不过来 所以他心里明镜似的 人家白鹤染的一切 都是自己挣来的 根本不是靠 君木林的颜面 就包括这门亲事 那也是他与君木林 有两次救命之恩 那是恩人下嫁 可不是臣女高攀 包括这个公主的名号 包括天赐阵的封地 那都是人家 用自己的真本事换来的 他君家给了人家什么呀 不但什么都没给 君家的孩子 还没完没了地 找人家晦气 这别说是白鹤染 换了谁谁都不能干 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这不是狼心狗肺吗 天和地深吸了一口气 如今人家白鹤染 只是提出 要他的儿子 不再有本事 参与权力斗争 又不是要命 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想通了这一点 赶紧就垫了头 阿然 父皇答应你 父皇全都答应你 也不会强求你以后保他周全 就按你说的 只要他不与你找麻烦 怎么都好 若是他不知悔改 还是像从前那般行事 那阿然 你就杀了他 父皇也不会说个不字 白鹤染一条眉 当真 天和地重重点头 真是皇帝 说的话自然当真 那好 阿然说过的话也当真 只要三殿下以后 不再与我为难 我依然视之为兄长 至于平王府的毒账 父皇放心 一个月内 我保他性命无忧 但苦头也是要吃一些的 否则我哥哥的苦难 也就白受了 父皇 您应该知道 这次追杀的过程中 受了苦的不止我那哥哥 还有我们国公府的 红夫人吧 我那四妹妹 也不是个好脾气的 虽然红夫人是女子 但被鲁杰这种事 好说不好听 私下里 想来我那四妹妹 也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老皇帝一听这话 又一哆嗦 一张好不容易 阴转情的脸 瞬间就又多云了 因为他想起来 白鹤染的四妹妹 是老九未来的媳妇 还是他一道圣旨 亲自赐的婚 这未来儿媳妇的娘 被自己的儿子 派的人给结了 这关系听着 怎么这么乱呢 再听白鹤染这个意思 那位四小姐也不好相遇啊 老皇帝在心里 回想起白珍珍的模样 越想越发现 白鹤染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爱穿一身红的小姑娘 怎么看都不是个老实且 眼下白鹤染这头 算是解决得差不多了 可是白珍珍呢 万一小姑娘 也跑到清明殿下哭鼻子 责问她儿子 为什么鲁杰她娘亲 这话她应该怎么接 她又有何脸面接呀 老皇帝心里开始不停祷告 只求白珍珍别来 千万别来 然而 事情总是与怨相为的 白珍珍进宫了 作为九皇子的未婚妻 天赐公主的亲妹妹 白珍珍想进宫 还是没人敢拦的 毕竟守着宫门的进军 是归军墓领馆的 而军墓领和军墓处 二人就是一体 进军谁不知道 这位白家四小姐 是未来的九王妃呀 所以白珍珍顺顺利利地 就进了宫门 又顺顺利利地 到了清明殿门口 当天和地听说 白珍珍已经到了门外时 整个头都要炸了 她一脸祈求之色 望向白赫然 可白赫然却半偏了头 摆明这事自己管不了 真的管不了 红氏只是她的红仪 两人甚至没有 半点血缘关系 她怎么管 好好的一位夫人 却被杀手掳截得荒郊野外 这件事也就是 白星炎不知道 一旦要是知道了 那还指不定怎么想呢 就红氏那长相 就红氏那一身豪气的打扮 说杀手没对她下手 谁信呢 当然 白赫然知道 那二十五个杀手 还是比较有职业操守的 虽然掳截了红氏三人 虽然杀害了袁婆 但真的没有对红氏 做过什么 她是独一 自然能分辨出 红氏有没有受过侵犯 但虽然没有被侵犯 光是吓 也把红氏吓了个够呛 而且人身虽然没有问题 一身财物却是损失不少 至少在她见到了红氏之时 红氏一贯 带在胳膊上的一堆镯子 是一个都没有了 别说让她帮着老皇帝说话 就是白真真 今日不来 她都得拿鞭子 抽着白真真来 你娘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你当女儿的不出头 等什么呢 不是遭人鄙视吗 朋友们好 我是本书男主 君慕吏 对 没错 就是被白鹤染迷得 神魂颠倒的那个 没出息的 希望 在大家的支持下 我能反转地位 成功逆袭吧 鲁青竹播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